古代斩首犯人为何专挑五十三客,看看是几点就明白了,肃穆的衙门内两排衙衣手持账目,位列大堂左右,一名披头散发的犯人身穿球衣,哆哆嗦嗦地跪在中间,听后发落,坐堂的判官省过罪状,从公案上的签筒中抽出一枚令签,猛地置在堂前,说道五十三客,斩首是种。 犯人听了立刻喊道,大人,冤枉啊,一边连连磕头求饶,这样的场景是不是非常眼熟呢?判处死刑在古装影视剧中很常见,而一般被判死刑的犯人,都是在五十三客这个特定的时间行刑。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?欢迎收看剧谈史,点个订阅,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。 日常生活中,若说阳气最重的时候,很多人认为那肯定是正五了,阳气最重,指的是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,而正五,指的是一天的当中,也就是十二点整。 古代认为一天中阳气最重的时候,跟现代天文学所说的又不相同,并不是正五的时候,而是五十三客,只有到了五十三客,才是一天当中阳气最盛的时候。 那么古代的五十三客,换算到现在是几点几分呢? 众所周知,现代人用的是二十四小时。 跟古人所用时间还是有所不同,古人是以一天十二个时辰为准,一个时辰八客中,约等于两个小时,一客中约等于十五分钟,也就是说,五十三客指的就是现在的十一点四十五分左右。 有人认为,古代所说的五十三客指的是五正三客,而不是五出三客,五正三客指的是十二点四十五分。 但这个时候的阳气,并没有十一点四十五分的阳气过剩,因此五十三客指的是现在的十一点四十五分。 古人在斩首犯人时,为什么要到五十三客斩首,是有着多种说法的。 但不管是哪一种说法,都跟阴魂之说有着密切的关系。 前文中说了,五十三客是一天中阳气最盛的时候,这个时候斩首犯人的话,由于阳气过剩的原因,犯人就算是此时被杀, 也难以做鬼,意思就是说,在古人看来,犯了死刑的罪犯,就连做鬼的资格都没有,应当在阳气最盛的时候斩首,让他魂飞魄散。 古人认为,人死之后没有直接消散,而是化为魂魄之类的,还能转世重生。 而五十三客被斩首的人,阴魂是会受到严重的迫害,能不能转世重生,全看自身造化了。 古人认为,五十三客地面上的影子最短,同时也是一天中阳气最盛的时刻,处于中国古代迷信的说法,杀人是阴士,不管被斩首的人是不是罪大恶极,他死后的阴魂都有可能出来作乱。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,便选择在五十三客将犯人斩首,以免犯人死后。 他的阴魂前来纠缠参与斩首的所有人,判决的法官,奸斩的官员,行刑的刽子手,以及和他被处死有关联的人员,所以在阳气最盛的时候行刑,可以抑制鬼魂不敢出现。 这应该是古人习惯在五十三客行刑的最主要原因,除此之外,还有一种更为人道的说法,说的是五十三客的时候,是一天中人最困乏的时候,这个时候犯人昏昏欲睡,没有什么精神,可以更加从容的面对斩首,脑袋落地的瞬间,也许痛苦会减少很多,这样看来,选择这样的时间来处决犯人。 有体谅犯人的考虑,古人认为,处决犯人是阴氏,被杀者的鬼魂会缠着判官和刽子手,所以问斩犯人的时间要选择阳气最盛的时候,这时鬼魂便不敢出现。 而什么时候阳气最盛呢?五十三客接近地方时十二点,这是太阳高度角接近一天中的最大值,物体的影子长度接近一天中最小值,这当然是一天中在理想不过的阳气最盛之时,阳气最盛。 则阴气消散,对最大恶极之人应该在这个时间行刑,让他连鬼都坐不得,比如西游记第九回,却说魏征丞相在府,夜观前向,正义宝香,指纹的九霄鹤立,却是天差现实,捧玉帝金指一道,指他五十三客,梦展经和老龙。 这里,选择五十三客,梦展经和老龙,足以显示老龙罪行极重。 除此之外,五十三客问展犯人还有另外一层意思,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说,午餐九足饭饱,身体大多器官,包括大脑,都在协助胃部进行消化。 这样一来,就会造成大脑缺血,产生睡意。 同时,政务烈日当空,人体水分蒸发加快,导致新陈代谢减速,势必令人产生强烈的困倦感。 再者,加上之前游街示众活动造成的疲劳,往往使得犯人意识模糊,在这种情况下行刑,不仅降低了罪犯怕死意识。 而且从某种程度说,也减轻了犯人的痛苦。 如此看来,选择这样的时间来处决犯人,也有一些体谅犯人的考虑,体现了古代严酷法治下尚存的一丝人道主义。 古代斩行是分时尚开斩的,以及是斩行有轻重,一般斩行是正午开刀,让其有鬼做,重犯或十恶不赦之犯,必选五十三克开刀,此时阳气最盛,阴气及时消散,应该连鬼都不得做,已是严惩。 那么,阳气最重的五十三克,究竟是几点几分呢? 这个得从中国古代的计时办法说起,现代人将一昼夜分作二十四小时,在古时则为十二个时辰,这十二时辰并不是用一二三四来计数,而是用紫丑银帽来方便记忆。 五十理解了,上午十一点到一点开始为五十,那么三克又是多久呢? 可采用的计时方法为漏刻计时,也就是将一昼夜分为一百个,一刻相当于今天的十四点四分钟。 说文,漏意同湖成水,刻节,昼夜百个,也就是说,五十三克约为荡日上午十一点四十五分,知道了五十三克的具体时辰,也就很好理解古人为何选择在这个时刻施行斩首了。 在五十三克,人的精力最为萧索,处于符枕的边缘,所以此刻处决犯人,犯人也是懵懂欲睡的,脑袋落地的瞬间,相对来说可以减少痛苦。 如此看来,选择五十三克这样的时间来处决犯人,一来抑制鬼魂纠缠,二来减缓犯人痛苦,倒也是两全其美之策,秋后问斩,顺应天意,缓期执行,为什么要在秋后问斩? 说起来也很简单,秋后问斩出自李记,月令,记载,梁峰志,白鹿匠,韩蝉鸣,鹰乃记鸟,用史行录,李记中这一段记载,已经详细的说明了春天停止预送,秋天开始行录的理由,古代由于科学文化的落后,人们讲究顺天意,听天命,他们认为人间的一切现象,不论祥瑞还是灾难,都是上天决定的,因此人们的行为, 必须要遵循天意,不得与自然发展规律背道而驰,否则就会遭到惩罚,众所周知,春夏是万物生长,朝气蓬勃的季节,而秋冬则是肃杀,折服的季节,古人也顺乎四世的节奏,人间的司法,也要遵循这个规律, 所以,在秋天这个肃杀的季节,问斩犯人,是顺应天意的,西汉的儒学大师董仲书,更是创造出了天人改应的思想学说,他认为天有四世,王有四正,静,上,法,行与春,下,秋,东一类相应,董大师要表达的意思是, 天意要先得后行,春夏行上,秋冬行行,否则就会受到上天的惩罚,经他这一番思想的洗礼,从西汉开始,秋冬行行也被列入了法律,西汉时期规定的行行时间在农历九,十,十一,十二月,自汉朝的法律奠基后,其他的朝代也都大同小异,到了唐代,死刑执行的时间定在十,十一和十二月,唐代这一规定一直为后世采用, 直到清末,正是因为古代的死刑一般都在秋冀执行,所以古书和历史剧中都经常会出现秋后问斩的说法,值得一提的是,这里的秋后就是指秋分以后,而不是历秋以后,秋后问斩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死刑缓期执行制度,这也是它与清朝的斩历绝最大的区别,斩历绝是对秋后问斩的一个完善制度,也就是死刑不经秋审,朝审, 直接就地解决,颇有点快刀斩乱麻,大快人心的意味,斩历绝与秋后问斩都源自汉代,对于普通的死刑犯,大部分都采取秋后问斩,而性质恶劣,案情严重的,则会被派以斩历绝,与斩历绝相同性质的,还有角历绝,二者都是立即执行,但是处死的方式不同, 逃物贤庭,第二十回,将周嘉庆,达官二人,以不和妄造谣言或众律,以斩历绝,到明清两朝,斩历绝就成了一种惯例,实施更加普遍,但对某些案情上有一律的案件,依然保持着秋后问斩的传统,古代处置死刑犯的制度由来已久,自汉代开始,大部分都是实行秋后问斩, 对于那些不能忍的犯人,也可以直接就地正法斩历绝,而53克更倾向于一种心理慰藉,并非执行的必要条件,只要胆子大,无论什么时辰斩杀都可以。